因为不满邻居检举 高雄市左营区有一名开神坛的女子 怒气冲冲找邻居心事问罪 甚至不顾邻居当时手上还抱着一个婴儿 不但摔车门 还几度上前抓头发摔巴掌 整个过程全都被监视器给录了下来 神坛负责人不满被邻居检举 神坛的香灰老是飘过去 邻居一下车他就冲上前 用力摔了四次车门 帮手排的邻居腿被夹了好几次 一下车立刻被拉扯头发 双方一阵叫骂就在街上大打出手 神坛负责人说会这么火大 是因为邻居不断检举 他的香灰四处飘 他已经花了六七十万买了水性精卤 没想到邻居还是继续找茬 甚至还骂他是同性恋 他气不过还跑到对方楼下巷下 你在偷窥我 他烧我就要马上收衣服 我每天为了这些衣服 我都在奔波 做了他们又不满意 不满意就一直挑衅 只要有咽一点点味道 他就受不了了 双方为了相互的事吵了两年多 现在各说各话还上演全武行 最后只能对不公堂 我还要做了这些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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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